《博士學院》 博士學院相當開放 容許女性就讀 但學院要求一切研究都要保密 所以成員都要宣誓 不會向外界透露他們的知識 每逢有研究結果出版 都是以學院而不是以個人的名義發表 畢達哥拉斯指出 世界是由整數的比例構成 在當時 這是合乎全宇宙的絕對信念 話不是學派屬於宗教 甚至邪教的性質 都未必無道理 氣魄索士都有宣誓保守秘密 不能將機密洩漏出去 而另一項困擾 就是發現了其他信徒不能接受的真理 不是定理指出 A平方加B平方等於C平方 如果A和B都是1 C的值又會是甚麼呢 也就是說 甚麼數的平方才會是2呢 我們一定要找出那個數字 答案是 介乎1和2之間 是1.4 1 4 2 他們以為一路數下去 會得到結果 而希柏索士就明白到 那個數字根本不存在 畢達哥拉斯認為 世界由整數組成這個概念 會被這項發現粉碎 希柏索士發現的 是前所未見的一個新數字 它是2的平方筋 是一個無理數 希柏索士看到的 是一邊超越了 北達哥拉斯的天地 結果其他門徒向他追究 他們認為希柏索士破壞了勝率 當真理超出了一個 時代的普通常識 就很難得到認同 希柏索士的朋友 不能放過他 真理把他帶到原來邊 據說北達哥拉斯的信徒 因為希柏索士違反誓言 將他浸死 希柏索士死得無辜 而他的發現就流傳後世 希柏索士證明了一點 就是2的平方筋 沒有辦法以當年任何數目表示 於是就衍生出一套全新的數字 希柏索士是如何發現當時尚未存在的數字 那就要多謝反覆求證的力量 謝謝大家